從此被籃球邀請賽進入第二天的賽程 對現場幾乎爆滿的球迷來說 大家關注的焦點 絕對是晚上壓軸登場的中華籃 迎戰美國聯隊的比賽 而且不只是球迷期待 兩支隊伍也都蓄勢待發 尤其是美國隊的扣將James Justice 更是放話說 他們已經做好功課了 準備要在中華隊頭上來個切入報扣 正所謂強龍不鴨地頭蛇 美國聯隊比賽還沒開打 就已經放話要灌爆中華隊 我們當然不能示弱 就由台灣新飛援劉真來迎戰 而面對強敵的大軍壓進 劉真雖然還是維持一貫的腰腸態度 但該說清楚的還是要說清楚 那就是中華隊沒那麼好欺負 而且有機會的話 也會讓美國隊常常被暴扣的滋味 那就拭目以待 晚上就我們沒有他們想像中 這麼容易對付 對啊 就有機會的話 對啊 但是也是以自身安全為前提 在從四輩第一天 分別立刻伊朗和日本起台得勝以後 中華隊和美國聯隊 即將正面交鋒 儘管對手有NBA等級的最佳教練 San Mitchell執掌冰服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 中華隊在滿場觀眾的支持下 是絕對不會退讓的 不但要拿下比賽的勝利 甚至連比賽中的灌籃秀 也不想讓對手搶走風頭 展現面子裡自全都要的地主霸氣 暫停宣傳採訪報導